2024新復發 登峰造極 青年籃球邀請賽點燃戰火 國內高中南籃禁旅 松山高中 首戰碰上來自中國江蘇的 連雲港外國語學校 球賽過程膠著 最終松山以83比77顯勝過關 在主力得分手林憲維畢畢業後 新賽季的綠色神盾 得更加仰賴劉承安扛起重擔 我覺得就是得分吧 得分能力 小黑不在的時候 我跟茶姐都可以跳出來得分這樣 比較困難喔 可能就是別人在防守策略上面的變換 讓我沒辦法就是趕快去轉換 對我進行包夾的時候 我要怎麼去突破 反應能力吧 對場商的了解再更多一點 暑假其實我們有去日本 福岡第一跟明成高校去訓練 當然成恩其實在日本的時候 他也都表現得很好 一個人可以利用他自己的 個人單打能力來去取分 希望說他不可以 只有想要在這個層級打好 身為一個控球員 其實他也必須要在球場上 多開口去告訴隊友要做什麼事情 經過一個暑假 適應角色轉換 劉承恩逐漸找到感覺 這場比賽攻下11分 也有棋子助攻 其他聯手同樣三連擊的 台美混血風險查潔 新學年再闖四強 至於遠道而來交流的 連圓港外校 也對台灣高中的球風留下深刻印象 確實是名不虛傳 像松山高中 前面就聽說這個外號是綠色神盾 今天我們機場就和他們交流 確實是防守 還是跟我們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今年台灣球隊常在修賽季期間 襲進中國進行武力訓練 而這回主客互換 相信對兩岸的籃球交流而言 有不少幫助 也期待雙方都能透過登峰造極的籃球賽 獲取更多經驗 回來推開黃文鴻 陳文化採訪報導 每年的九月下旬 到十月初是德國著名的 慕尼黑啤酒節 超過兩百年歷史的傳統活動 總是能夠吸引國內外 許多遊客造訪同樂 而半人慕尼黑 職業足球隊的球星們 也是每年例行參與的重要夥伴 傳奇球星級別的學長Moller 和隊長們將Newer 都吸引攝影機捕捉 選手們也把握機會 和粉絲近距離互動 喬喬得分箭頭Haren Kent 更是帶著跟進球一樣 雀躍的慘燃笑容 Kent的好心情 除了來自這幾年參與啤酒節 品嘗著名透心兩人 活動會場更可以直接感受到 球迷的熱情 今年的敗人在德賈聯賽 也有好的開始 開啟四戰全勝 目前未居榜首 四戰團隊轟了十六球 只丟掉三球 展現強大火力 Kent個人就包辦五球 更以四十一顆進球 成為德賈歷史上進球數最多的英國球員 偶管更有單場轟進四球的神人演出 這好心情完全寫在臉上 而上季德賈敗人表現不盡理想 二十三勝未居聯賽第三 看著樂國庫森 擁得對始第一座的德賈冠軍 百人傲人的十一連霸喊咖 粉絲們期待這幾團隊在德賈跟歐冠 都能收穫好成績 而啤酒節或許也是很棒的挑技和鼓勵 假如能夠伴隨團隊踢出的好成績 相信球迷大摳品嘗喝下肚 這感覺一定更加美好 車與飛行傘的連結 相信觀眾直覺反應都是 Tom Cruise在電影《不可能的任務》中 起一輛摩托車跳下懸崖後 在定點跳傘 當時他們進行超過五百次的跳傘訓練 呈現出來的畫面令人嘆為觀止 不過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一段更扯的 越演摩托車結合飛行傘的演出 相信許多觀眾聽到這樣的組合 都會感到難以置信 想說會飛的摩托車到底是什麼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 曾駕駛摩托車從135公尺高懸崖上跳傘 而成為車界傳奇人物的Tom Padgett 他是如何將生活中行駛在路面的機車 與飛行傘進行無縫的結合 他選擇在法國阿爾卑斯山陡峭的山坡 進行這場史詩級的表演 首先他將飛行傘固定在機車上面 當飛行傘起飛時 他毫不費力地從山上滑下來 時速達到近百公里 這樣的準備也讓他成功在空中完成騎行 千萬別看他一派輕鬆的感覺 當初Pedges最早的想法是在降落傘打開時 進行定點跳傘並留在摩托車上 但這樣的技術是不可行的 經過討論後發現解決方案不是跳躍 而是起飛 從那時起他歷經兩年半的訓練 學習如何在高空中保持自己的平衡 以及尋找到最佳的著陸點 由於著陸的過程十分複雜 因此他只能透過不斷的練習 才能成功完成精彩的演出 這次Pedges以他的速度控制力 和精確的飛行 改變了人們對自由越野摩托車 和空中運動的看法 回來體育台綜合報導 millennial 行政策 商務